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在百亿补贴这里购买还可以想折扣呢 只要购买贵宾令牌就可以享有四大特权 首先购买贵宾令牌就等于是解锁了探秘技型 可以额外获得一堆换星和30个金饼 金饼是之后可以在满简商铺里兑换物品的课金道具非常稀有 贵宾令牌的第二个特权是 购买后就会立刻送你一张月亚级造型优惠券 和一张九折造型优惠券 月亚级优惠券可以在月亚级复刻这里 用优惠架来购买往期月亚级中的皮肤 如果皮肤全满了 还可以到满简商铺这里 把月亚级优惠卷卖掉来换30个金饼 九折造型优惠卷则可以到百衣补贴这里 以折扣架来购买往期活动皮肤 同样的如果这里的皮肤都有了也可以将折扣卷拿到商店去换金饼 由于我还没有买所以就不清楚这项折扣卷能换多少金饼了 有知道的大佬可以在底下留言说一下 购买贵宾令牌的第三个特权是 购买造型可得造型优惠卷 第一次购买造型会获得一个九折造型优惠卷 第二次购买可获得八折造型优惠卷 第三次购买可获得300换星 以此循环 第四个特权是套装及其反折扣卷 会按玩家已经收集了的皮肤套装来给予相应的折扣卷 每成功收集一套就会送一张八折造型优惠卷给玩家 一共是12套最多可获得12张八折卷 每次购买造型只能使用一个折扣卷 只要善用这些折扣卷 就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将以前错过的皮肤全都拿下 至于使用的方式 自然是先用折扣大的来买比较贵的皮肤 大的用完再用小的了 接下来是满简商铺这里 可以换取的奖励 大体上的规则是 每消费300金饼会回扣50金饼 每消费3000再回扣200金饼 然后会按金饼消费的原价来返还银点 每消费60金饼返还600银点 无客玩家好像只能获得10个金饼 不晓得后续还有没有管道可免费获得金饼 如果没有 那无客玩家只能拿金饼来换换新了 建议大家等到活动结束前 确定没有其他金饼管道后才来换取 如果你的月雅集皮肤是全满的 那么卖了优惠券后可获得30金饼 一共是40个金饼 所以每个月都按时刻双月卡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其他金饼来源就只能到金饼商铺这里来课金了 要特别留意 这次最便宜的并不是最划算的 只计算金饼 最划算的其实是最大包的640个金饼的至尊礼包 其次是320金饼的豪华礼包 当然这也要看你有没有需要那么多的金饼 小额礼包 最划算的是30金饼的特惠礼包 接着才是90金饼的甄选礼包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需求量去购买金饼礼包 如果需求量大的 就直接买最大的就可以了 另外 金饼特惠包和贵宾令牌的价格 和可获得的金饼数量是一样的 但贵宾令牌却可以得到更多的换星 所以优先刻贵宾令牌 然后才刻金饼特惠包 金饼优先兑换SP碎片 其次是灵宠碎片 SP武将优先SP张飞 SP刘备和SP张辽 女团玩家就优先SP貂蝉 灵宠优先水猴子 如果以上都满了的 就建议优先换SP招募卷和善灵卷 接下来的善灵几乎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善灵卷会很吃紧 现在中刻似乎很难在没有存卷的情况下 能直接将善灵拉到六节 所以善灵卷是不嫌多的 雀灵还没有满的玩家 也可以考虑把善灵七选一拿下 有预算的玩家也可以考虑将狼灵拿下 即使没有抽SP司马懿 在魔窟也可以用到 SP司马懿可以借大佬的 但善灵可借不了 其他还比较有价值的就是洛书令和龙珠了 如果你有大量金饼 直接来这里买300个龙珠 是比买小的更划算的 直接刻最大的至尊礼包640个金饼 把300个龙珠拿下 是会比刻征程占令更划算的 平时就有在刻占令的大佬 可以提前拿下 当然这里对比的只是龙珠的数量 征程占令还有其他小资源可拿 但都不是太重要 金饼的消费方式是 先到热销礼包和大鹅宝物这里 挑选想要的物品 然后再到凑单专区这里 尽量补满整数来拿折扣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至于银点这里 就优先换命魂石 其他还有点价值的 就是龙纹石和最近又开了上线的祈福铜钱了 最后来简单地说一下 迷雾镇智怪的玩法 活动会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要由你自己来闯 阵里有一些规则在回答问题时不能触犯 一旦触发就会被扣掉精神值 一旦精神值消耗完 变成神经病就通关失败了 这些规则也不用一条一条的去计 总之大方向就是全程装傻 不要多管闲事就行了 第二阶段后 SP司马懿会出现带领你通关 到时再做个聪明人就好 今天会先分享给大家前二观的通关懒人包 明天会再分享一个完整的 大家只要听着攻略走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找个人问问看 遵守规则 微笑面对 多谢他帮助 提出需求 自己没带灯笼 寻求帮助 盛情难却 微笑接下 一乡一俗一俗 表示尊重 或许是他们节省 似乎不应该去管他 一定是我眼花了 服务意识好 赞 难道他们是不关窗的 看来真是当地风俗 既然没有 那就算了 微笑谢绝对方 价格不贵 凑合吃吧 稍稍关心一下 里面是在杀鸡马 那师傅下次注意些 要小二给他拿点吃的 不吃还浪费 真白费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